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些处理 那当或者是说我们平常要去上课要去演讲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先去想我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会去把所有东西都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用法 当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个主题或者是说 想要去阅读想要去做写作文或是要去演说 我们要针对这个主题我就会先去想说 那我要讲些什么 然后我就会去想各式各样的东西 或者跟同学讨论毕业旅行要去哪里 学生一讲我就把它key上去 就通通先key上去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发想 或者是阅读 阅读把它抽象化成关键字或关键句 所以你就把它新生在旁边 然后再来呢 你要做分类 所以假设你今天是要写作文 那你就多一个分类叫做起 起乘转合 然后可能这一个 学生讲到的这个是属于起开头的部分 你就把它拉过来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部分就拉过来 拉过来 那你慢慢的你分类 简单的分类讨论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简单的架构 那等你处理完简单的架构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我那个转的地方力道不够 或者架构里面东西很少 我们再想一下再把它补充上去 那当你架构完整了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类似这样 架构完整了之后 我接下来就会做一些修改 因为我如果是要演讲 我可能就要安排剧情 根据刚刚那个黄金圈 所以你要安排一些起程转合 去把你的那个整个演讲串起来 所以我可能在讲 我要推创课教育的时候 我就要讲 先让大家有挫折 先把那个挫折的感觉给抓出来 所以我们的loser的那个失败的教育是怎么样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一个目标 给他一个希望 然后转到第二段 就讲创课教育可以有 可以夺好画大饼 然后画完大饼之后呢 我要给实际的做法 简单的实际做法 然后最后呢 我会跟你讲资源在哪里 然后要鼓励他们去做 然后最后要能够 结语要能够回应到 那个解决教育的困顿 那这样子就可以安排出 很完整的架构 那当你做完这一个部分之后 就可以直接转到Canva做美美的图了 做美美的简报 所以这个给各位参考 那另外如果你focus在教学上面 各位你在做新制图的时候啊 那些super老师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你按照我的方式做 保证你一定会成为你那个领域的super教师 我这个例子是国中的 国中的这个人体循环 那但是我是国小老师 这个是发生在我小孩子国中的时候 他们同班同学 因为那个男生不喜欢背的东西 所以成绩很烂 那他的家长有一天就跑来找我 他说邱老师你国小教生物 你国小教自然 然后你们国中对这种东西比较理解 你可不可以想办法教教我们的小孩 因为他生物每次考试都三十几分 没有超过35分的 他就很难过 然后因为我们还是老师 我也不能开补习班 那所以怎么办呢 后来我想了一下 那我就说 好吧那你把他们那几个十档 就连我女儿那几个十档 早来我两次的时间 两个晚上的时间 我教你新制图怎么用 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练习 我先这个是我那时候做的范例 我把那个教科书的内容稍微阅读一下 我把重点摘要出来 摘成这个架构 那摘完这个架构之后 各位看一下 我稍微讲一下我的运作的模式 比如说血液运送的部分 我们会先了解心脏的结构 那心脏你把它切两刀变成四块之后 上面的都是心房 下面的都叫心室 那左边叫左心房 左心室 右边叫右心房 右心室 那所以我会给出一个规律 一个口诀叫做下士柱上法 那这个口诀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们当兵的经验 那因为学生没有当兵的经验 所以我就要讲故事给他听 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 那个一等兵二等兵三等兵 都是在部队里面睡大通铺 但是那个班长 班长他都是下士 至少都是下士 然后他们都是住那个 营区里面的那个小房间 就是上等房 所以下士住上房 那个排长班长都住比较好的房间 所以口诀就是下士住上房 所以他们就知道 下面是心室 谐音 上面是心房 所以上面心脏的上面都是心房 下面都是心室 然后我在讲学艺运送的时候 在心脏这边 他就是下去上回 所以这又是一个口诀 所以下面的心室出去 从上面的心房回来 所以下面出去上面回来 心室出去上面回 心房回来 那讲到两个体循环 两个循环 一个叫体循环 一个叫肺循环 那体循环顾名思义 就是身体那边的循环 所以就是下面出去 下去上回 左去右回 各位这口诀 男生有当过兵就很 很容易了解 我就讲那个故事 那个班长很会修理阿兵哥 对不对 所以都经常叫他全副武装 看到那棵大树 没有 请左去右回三次 阿兵哥就背着全身的 全身的装备 带着那个步枪就跑跑跑跑去那个龙处 绕三圈再回来 这个叫左去右回 所以左去右回下去上回 口诀就很容易记 而且阿兵哥被班长体伐 所以这个是体循环 体循环就是左去右回下去上回 所以他就很容易把那个血液流的方向 从左心四下去 心四出去 然后经过主动脉小动脉微血管 然后在小静脉大静脉回来右心房 下去上回 左去右回 就整个连起来 好 我就讲到这边了 好 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 经过你的心自主的整理 然后弄出口诀 甚至 甚至给了一些这个联想记忆 或者故事记忆 那个影像记忆等等 用这些方式去给学生 做了简单的分析之后 你会发现 学生的成绩变好了 那个 那个考三十几分的学生 其中考完毕之后 第二次月考 第二次月考结束之后 他妈妈带了整箱的芭蜡 就来拜访我 说邱老师 感谢你 我儿子这一次生物考86分 从34分 跳到86分 然后他们老师还一度怀疑他作弊 好 那所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发现 新制度他的用法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甚至呢 甚至我的那个 这样子 自然而是 实际上 有没有 对 感谢观看